最近其實有蠻多民眾 都不約兒童的跑來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帳戶被凍結了起來 不但公司要將這個薪資轉帳到這個帳戶 都呈現失敗的狀態 連他們原本在裡面的存款都領不出來 那該怎麼辦呢? 大家好,我是常客律師 社會在走,法律要懂 歡迎收看,實在hello 天天為你解答法律問題喔 好,實物上我們凍結帳戶的方式 包含下列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警察或者是檢察官他們在偵查犯罪的時候 如果有發現可疑的帳戶 他們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向法院來申請扣押 不過這個方式呢,的確是比較冗長 而且這個要件也比較繁瑣 所以,實物上常見的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警示帳戶 那什麼是警示帳戶呢? 按照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 或閒屬異常交易的管理辦法 第三條,它其實就有規定 所謂的警示帳戶就是包含了法院 檢察官或者是警察 他們在偵辦刑事犯罪的時候 如果發現可疑的帳戶 他們可以主動發函給金融機構 那金融機構就會把這個帳戶 列為警示帳戶 那列為警示帳戶的這個帳戶呢 就從此之後就暫停所有的交易 不但錢領不出去 而且錢也匯不進來 那列為警示帳戶的這件事情呢 到底對於人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主要分為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在法律上的意義 當然你不會因為被列為警示帳戶之後 你就被認定是被告 或者是說你就被檢察官進行起訴 可是呢,實務上確實是有可能會因為 你的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之後 你涉嫌犯罪的疑慮就因此而提高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小心 那除了法律上的這個意義以外呢 在生活上也造成了許多的不便 例如什麼? 例如如果這個帳戶是你的新轉戶的話 公司都要把這個薪資轉到你這個帳戶裡面 可是卻因為你被列為警示帳戶 就轉不進去了 你不可能兩手一攤跟老闆講說 老闆,我最近涉嫌犯罪 所以呢,從今天起 麻煩薪資不要轉到我的戶頭了 給我現金就好 這大概不太可能嘛 好,所以如果我的帳戶被設定為警示帳戶之後 我該怎麼辦? 我通常會問他一件事情就是 你是真無辜還是假無辜? 如果你今天是假無辜的話 代表你有可能已經是涉嫌了這個 詐欺的幫助犯 涉嫌洗錢防治等等的不法行為 那你要擔心的不是你的帳戶該怎麼辦 因為你即將被移送法辦 所以你此時此刻要的應該是一位律師 這可能對你來講比較有幫助 可是萬一你今天是真無辜呢? 代表說實務上確實是有蠻多民眾 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帳戶已經被拿去當人頭使用 已經被拿去洗錢 已經被拿去當作是詐欺的這個帳戶 那到底該怎麼辦? 我通常會建議三件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情,麻煩請去報警 把你被騙的過程、被利用的過程 一五一十的寫出來 把你的Line的對話記錄 或者是錄音檔完整的提供給警察 做一份詳實的筆錄 降低你是加害人的色彩 而增加你是被害人的角色 這當然很重要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麻煩把你的帳戶拿去掛屍 因為掛屍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就跟你比較沒有關係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等 等什麼? 等檢察官的處分 等法院的判決書 如果檢察官的處分下來之後 認定你沒有涉嫌犯罪 你可以拿不起訴處分 或者是說 即便他檢察官把你起訴之後 法院如果認為你是無罪的 你也可以拿無罪判決 拿去向原本申請金融機構 把你列為警示帳戶的警察機關 請他幫你向銀行再次申請解除警示帳戶 那你的帳戶就可以因此被解除了 可是第三件事情當然就要等很久 因為從檢察機關 從法院要做出處分 要做出判決 動輒都是半年 甚至是一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就要等很久 好,所以講到這邊我們會知道 預防剩餘治療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學習如何防範於未然 當然就是千萬不要把你的帳戶提供給陌生人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那個陌生人會不會拿你的帳戶 來進行一些不法的手段 會不會來進行洗錢 會不會拿來進行詐欺等等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提供陌生人你的帳戶 你有法律問題需要解答嗎?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 將你的問題留言給我們 就有機會在週末的節目中 由律師親自為你解答喔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本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下方的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Hello 每天下午5點 Like Today 生活分類 準時上限